打开微信扫码健全与车友大V开启热聊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神帝与爱 我是老师张志鲜 冬天到了又到了五百四月季节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神帝与爱 这不我们公司的望京游乐温斯莫先生 买了家中的第二台第二台空气净化加湿一体机 还没等他拿到手就被我抢过来给大家拍个开箱试验一下 助理小黑帮我把箱子吹过来 帮助理了 箱子呢就不给大家开了 纸箱子昨天被保家一收走了 所以呢咱们只能来开个箱子里面的机器了 刚才细心的网友肯定也发现这个新款的一体机下面没有轮了 那是为什么呢我也问了一下 因为上一代它只是一个净化器 所以这样挪动在室内非常的方便 那一体机呢因为中间有一个水箱的部分 下满水之后会非常的沉 没有轮就相对的安全一些 所以呢没有轮我还可以接受 那至于绿芯部分 上一代产品的绿芯是这种类似于汽车空绿的绿芯 左右两边一边一个 那新款一体机的绿芯是这种筒式的绿芯 用的时间还挺长 用废了之后你还可以把它放在地上当成垃圾桶用 增加了可回收利用价值 买绿芯送来一桶 这台A9H加湿净化一体机实际上是通过各种模块化组合 成的一体机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上面这个呢是主机部分 控制面板控制按键 中间这层呢是它的加湿模块 里面呢有它的大水箱 有滤水的滤芯 这个就不用说了 就是它的净化模块 最底下的是它的底座 那如果把主机当做数字一 把加湿当做数字二 把净化当做数字三 把底座当做四 那你可以一和二和三和四这么组合 也可以一和二和四这么组合 也可以一三四这么组合 但是你不能一和四组合 也不能一三二四这么组合 反正就是这么个意思 如果大家没听兴 可以往前倒一下再回播一遍 那要说起一体积的优点 那第一个优点就是方便 第二个优点就是省钱 你像你家里放一个加湿器 再放一个净化器 这俩玩意儿怎么也得占你一平米吧 对吧 在北京这种村土村坚的地儿 那这一平米就是五万块钱 那它就帮你省了两万五 你说多省钱 对吧 这个净化部分 咱们刚才已经说完了 咱们说说加湿部分 那加湿部分呢 首先它上面有一个盖板 下面是滤水的滤芯 我们同时有好几个买这个上一代产品的加湿器 这个滤芯呢 每大概一个月上面就会沾满水垢 就黄不拉击的 反正它的确可以滤掉水中大部分的杂质 那再下面呢 就是它的水箱部分了 里面有一个椰里子环可以给水消毒用 水箱的容积呢是八升 可以大概放下五六瓶大可乐吧 当然你是加自来水不是加可乐 如果你想有点格调的话 也可以加点红酒 如果你嫌不够劲的话 也可以加点白酒 那它的八升容量呢 可以用最大风量去吹八个小时 如果像北方家庭这种环境的话 可以用十四五个小时 没有什么问题 那要说到加湿方式 咱们就得好好捞一捞吧 咱们之前用的加湿器 都是那种 冒白烟的加湿器 它呢实际上是超声波加湿器 我还仔细查了一下 它的原理就是用超声波 把水打散成小水物来加湿 那它的缺点就是 它会把水里面的杂质也同时打散 那这种蒸发式的加湿器呢 它这个滤网可以滤掉水里面大部分的杂质 抽象一点来形容吧 就是你洗了两件衣服 第一件衣服是甩干的 甩干的超声波加湿器那种 第二件衣服是一种 这种烘干的蒸发式的加湿器 所以蒸发式的会相对的健康一些 净化部分和加湿部分已经说完了 咱们来说一说主机 首先开机 开机之后呢 你需要先给水箱加水 你直接从顶的这个大圆盘窝里面灌水就可以 不像上一代IRX50度那个加湿器 需要从侧面这个开口加水 而且开口非常小 你加水的时候容易倒洒 而且你还要蹲着加 从顶上加水就非常的方便了 你直接往里灌就可以 但是不要灌到这个出风口里面 我也咨询了一下工程师 如果你倒的时候倒洒几滴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千万别直接往里倒 除非你是近视眼零下好几十度或者是熊孩子 那说到熊孩子就得说一下 如果你不小心碰到这个异体机或者是熊孩子故意推倒 它倾倒在45度角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停机保护 那前面的显示器呢上面有温度湿度空气净化值的显示 加水的时候呢上面显示器还会有水量的显示 因为外面是塑料壳没有显示窗 所以这个显示器就非常重要了 上面有两升四升六升八升的刻度值 那你加到几升它就会显示几升非常方便 比如说昨天晚上你用了一晚上加湿器 里面还剩两升水 那你在上面就可以看到 你直接再取四升水直接倒里面就OK了 当你水加满的时候 上面会有一个高水暴警灯 它会闪烁并且鸣叫提示 如果你还不停地继续往里加的话 下面有一个易水口多数列水就会抬出去了 比上一代A8系列的净化器有一个改进的部分 就是它把遥控器给取消了 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改进 因为遥控器其实有点多余 或者你在外面的时候直接用手机APP远程遥控 那A9H最值得称赞的地方就是它的出风了 最低档的时候和睡眠模式下 它的风速非常的绵柔 而且几乎察觉不到什么声音 非常适合摆在卧室啊 或者给老人啊小孩用 那说到老人就该说了 因为它有一个加湿模块 所以吹速的风稍微有点凉 对于老人不太友好 最后总结一下 A9H加湿净化体积 有着蒸发式的加湿方式 8升的超大加湿水箱 1000毫升每小时的加湿量 100立方米每小时的甲磚CADR值 600立方米每小时的颗粒物CADR值 最重要的是它把加湿和净化合二为一 那现在已经有很多家庭 其实关注到了家里的空气质量怎么样 可能已经购置了一台 或者购置了几台空气净化器 但是在这种北方家庭里 其实就是长时间住习惯了 已经没有考虑到家里的湿度条件怎么样了 其实湿度是对于家里舒适度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早上已经干得口干舌道了 就流鼻血了那种 可能还没有考虑给家里购置一台加湿器 所以加湿净化一体积 就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那随着时代的发展 科技的进步 这种方便实用的产品 会越来越多的进入到我们身边 那我也会持续关注 我是一个精美貌与才华余生的女子 精美貌与才华余生的女子 我是老司机张智欣 拜拜 拜拜